最壯一 參與鎮壓六四學生運動 1989年6月4日 中共用坦克和機槍血腥鎮壓了 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 正是這場鎮壓 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 推上了中共權力的巔峰 成為手握黨政軍大權的總書記 而他之所以被選中 是因為之前鐵腕鎮壓了 支持學運的上海經濟導報 白宮機密檔案更顯示 江澤民在六四爆發時 還曾在北京參與鎮壓 最壯二 貪腐治國 同年6月底正式上台後 江澤民很快開啟了貪腐治國的模式 在掌權的十餘年間 他放任各級官員貪腐和淫亂 以至於中共官場空前糜爛 淫亂成風 江澤民家族也被曝 非法拒戀巨額財富藏匿海外 2019年有消息人士披露 其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財富 至少達1萬億美元 其中約5000億已通過洗錢 轉移到世界各地 江澤民的長孫江志成 至少作用5000億美元資產 而江澤民之子江棉衡 更是利用父親的勢力 掌控中共政商軍界 成為官商一體的最高代表 建立了令人擇舌的貪腐亡國 被稱為中國第一潭 江澤民統治期間 還鼓勵民間放縱物欲 一切向前看 導致傳統價值觀被進一步摧毀 中國社會物欲横流 罪狀三 賣國 1991年至2001年 時任中共黨魁的江澤民 與俄羅斯兩任總統 先後簽署了四份文件 承認了清政府與沙俄簽署的 所有不平等條約 正式放棄約1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面積相當於10個臺灣 2000年12月 江澤民還和越南簽署協定 割讓浮水周到 包括害蒙古 還有南亞一些地區 那都是中共去出賣的 這個出賣實際上是49年之後就在做 最露骨的就是8960之後 這個江澤民上臺 罪狀四 迫害法輪功 大規模活摘器官 1999年7月20日 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對法輪功學員實施名譽上搞臭 肉體上消滅 經濟上截斷的滅絕政策 自那時起 大量法輪功學員遭非法綁架 關押 勞教 甚至被酷刑折磨致死 而失蹤者更是不計其數 法輪功從1992年傳出以後廣受歡迎 短短的7年時間 修煉人數就超過了中共黨員 使得原本就為自己沒有威望 而感到很沮喪的江澤民極其妒忌 而且法輪功提升人的道德呢 更是和江澤民的腐敗治國是爭鋒相對的 這是鎮壓的江澤民的個人因素 2006年 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 害人罪行被首次曝光 將迫害的慘烈程度進一步展現在世人面前 被稱為是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表示 下達活摘器官命令的就是江澤民 而中共的黨 政 軍警 與全國的醫療機構勾結 都參與了活摘器官 有些不具有這樣的手術能力的一案在做 你比如說中醫院 婦產科醫院 職業病醫院 你比如說中醫院 這是中草藥治病的醫院 竟然也開展了這樣的手術 調查顯示 這場由中共政府軍隊統一管理的秘密大屠殺 已形成了監獄 法院 醫院 一條龍的血腥產業鏈 江澤民也因此在多國被提告犯有群體滅絕罪 酷刑罪和反人類罪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顏書綜合報導 已形成立的 發生的